今天给你分享一下仙人掌嫁接卸爪蓝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是侧接的方法,已经成活了掌心叶了 首先在仙人掌上横切一刀 嫁接的位置,不要嫁接在白色区域 嫁接在两边绿色的形成层上 在仙人掌的形成层上,刀片垂直下刀 叶片选择用健康粗壮的叶片 把卸爪蓝底部切掉 叶片太宽可以把两边削得窄一点 沿着卸爪蓝两面骨气的水芯处 各削一刀,把中间白色的水芯削出来 这一步非常关键 叶片处理好之后,把卸爪蓝叶片慢慢插进仙人掌的切口处 叶片插好之后,找个仙人掌的刺或者牙签固定一下 嫁接好之后,放在家里通风阴凉地方养护 伤口不要碰到水,以免伤口腐烂 等7到10天左右的时间 卸爪蓝叶片没有明显打捏 就证明嫁接成活了 视频看完了,觉得对你养花有所帮助 请点赞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,每天都会分享养花的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